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情温和 与豆子们相处融洽 雪妖精是豆豆族不可或缺的好帮手 它们帮助豆子们制造出好吃的豆腐与豆浆 只不过 持续下雨一段时间后 雪妖精们就会开始分身 变大 变得疯狂 并且到处捣蛋 雨季过后 雪妖精又会恢复温柔可爱 平易近人的样貌 而且 从疯狂中醒来的雪妖精 都不会记得发生了什么事 即使雪妖精 总是在雨季的时候性格大变 豆豆族还是愿意和雪妖精住在一起 豆豆族需要雪妖精 因此 豆子们学会在雨季来临前 就做好防范雪妖精来捣蛋的准备 它们会在屋子里等待恢复平静的那天 经过与雪妖精多年的相处而做 豆子国越来越兴盛 经济实力也越来越强大 豆子的数量逐渐增加 肤子越盖越多 道路越扑越迷 但是 豆子们却觉得跟水妖精越来越难以相处 雨天时 雪妖精的抓狂行为比以前更凶狠 让豆子们措手不及 对于水妖精们制造出来的一片狼藉 豆豆们不能理解 更逐渐失去了耐心 好几次 双方就这么当面打了起来 但 说的总是豆子们 这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 严重影响豆子国的秩序与经济发展 豆子国王不得不召开国家会议 对水妖精的失序行为采取行动 我们已经受够水妖精这么频繁的捣蛋了 把他们赶出豆子国吧 嘿 那谁来帮我们制作豆浆啊 豆子国好不容易兴盛起来 他们就突然搞这一桩拖垮 没有水妖精的帮忙 豆子国也不会兴盛啊 不同派系的豆子们在会议中争论不休 此时 豆子国最勇敢的胖豆发炎了 豆子国现在最急迫的是提升战斗能力 才能在水妖精突然抓狂的时候 做最急事而且最有效的抵御 我听说 最强大的人类国也住着非常多水妖精 人类有最先进的科技 一定早就发明了对抗水妖精的对策 值得我们去效法 豆豆族一向不擅长战争 但你说的没错 是该学习如何抵抗了 国王接受了胖豆的建言 派遣他到人类国 学习抵抗水妖精的方法 胖豆到了人类国 这里和胖豆所憧憬的一样 到处都是看起来又先进又文明的玩意儿 我一定可以在这里学到最先进 而且最有效的兵法 来对抗水妖精的 胖豆到了军营 拜见战机最辉煌的将军 将军大人 请传授对抗水妖精的兵法给豆豆族吧 于是 趁着一个下雨天 将军带着胖豆来到一个沿海村庄 周围有一道矮墙 将军开始了他的兵法讲授 于是剑大 埋伏在外海的水妖精们 向村庄袭来 但是 水妖精们飞不高 纷纷撞上矮墙 即便越过了墙 也因为被绊倒而摔了一大跤 力量锐减 无法捣蛋了 用障碍物把水妖精绊倒 人类好有趣啊 胖豆笑了 接着 将军带着胖豆来到了都市的街道上 第二掌 囚禁 建立献截 把水妖精们囚困在地下牢笼 水妖精们因无法辨识地上的孔洞 无疑幸免地掉入陷阱 被集中关进地下牢笼 利用水妖精的弱点 设计陷阱来欺骗 人类好机灵啊 胖豆虽然内心崇拜 却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最后 将军带着胖豆到抽水战车前 战车上装着粗粗的管子 连接到地下牢笼 来到这里就是要送水妖精最后一场了 最后一仗 驱逐 只听将军一声令下 军人们便开始动作 地牢里的水妖精 全都被吸入巨大的管子中 胖豆沉默地看着 平时和自己友好的水妖精们 随着管子 被毫不留情地抛向大海 无力地沉入水中 大雨停止了 人类对抗水妖精的兵法与科技 已经超乎痘痘族所能想象的 比起惊奇 胖豆更像是被吓呆了 嘿 圆圆的小东西 胖豆正要离开军营的时候 一位士兵偷偷叫住了他 可别觉得 学了兵法就万无一失了 过去几场战役中 即使用了这些兵法 仍损失惨重 我也失去了好多战友 水妖精变化多端 你永远无法预测 下一次的攻击行事 认识水妖精的抓狂状况 并随机应变 比被送兵法来得重要啊 士兵的这番话 吓到了胖豆 士兵大人 请告诉我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959年的8月7号 西南海上的水妖精们 组织了数量庞大的群体 一起攻进了人类国 大量的水妖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能够笼罩整个天空 接着是连续不断的空袭 人类眼睁睁地看着 近三万栋建筑被冲毁 1997年8月18号 水妖精集团从东北部进攻 他们利用善于变形的柔软身段 进入山坡土壤下埋伏 待水妖精集合完毕 便开始在地底下躁动 让山坡崩塌 甚至一座大楼的地基被破坏掏空 直接塌毁 2009年8月8号 又一群数量庞大的水妖精群 在南方山区肆虐 除了从天空来的时机 还集结了溪流的水妖精一起躁动 使得地上的溪水暴涨 土石流不断 可是将军的三大兵法呢 阻挡的矮枪 囚困的地牢 还有驱逐的那个抽水战车 为什么都没有用 水妖精群聚的力量是很可怕的 当时他们足以撞回矮墙 溢出地牢 抽水驱逐的速度 也远比不上 不断分身的水妖精入侵的速度了 听完士兵分享人类的作战历史 彭都虽然更了解水妖精了 但内心却似乎 一位白发老人热情地向胖豆打招呼 其实我是来向人类学习抵御水药精的方法的 一开始我以为有了将军强力的兵法就够了 但是一位老士兵说即使用了兵法 还是不足以完全抵抗水药精 人类对水药精也是束手无策的吗 还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强防御的能力呢 迷惘的胖豆问道 合作 老人给了他的答案 区域的连结 讯息的流通 和物质的支援 是很重要的 原来老人是一位退休多年的地方首长 这里的商业区和工业区资金雄厚 有钱购买及时的工房配备材料 却没有人力建造 而住宅区和农业区的建造人力丰富 却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材料 如果工业跟商业区 能够为住宅和农业区添购购材料 然后住宅跟农业区的人力 分配到工业跟商业区帮忙建造 每个地区的弱点就都可以被弥补了 是啊 各个地区若愿意用各自的专长互相支援 对抗的力量将是原本的好几倍呢 胖豆豁然开朗 除了学习强烈的兵法 了解水药金的特性 豆子们更应该要走出自己的房屋 跟别的豆子合作 合作可以互相支援 变化出更多的对战形式来 然后就可以战胜变化多端的水药金了 胖豆带着收获满满的作战知识 充满期待的踏上归途 豆豆族们 准备一起对抗水药金吧 豆子们能够保卫家园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